進現場 大家好 又到了阿美來做菜的時間了 前幾道菜我都做的比較清爽的菜 那這一道就不一樣了 這一道就是大人小孩都很愛吃的 鹹酥雞 我今天就來為各位做這一道料理 那做料理之前 我來先看我們敷了三天的豆芽菜 這樣看得到嗎 又長大了不少 我要不要拿幾個出來看 好 這個 對已經快成熟了 三天而已 三天就可以吃了 因為現在天氣比較熱 像我就比較勤於換水 水沒有怪味 沒有 看完以後我現在就來介紹 今天要做鹹酥雞的材料 這個是雞胸肉 我去市場買的雞胸肉 沒有骨頭的也沒有皮的 沒有骨頭的也沒有皮的 然後它的其他配料就是 我有加一點有太白粉 還有糖 蒜頭 還有這是我已經打散了半顆的雞蛋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白胡椒 還有一些就是五香粉 還有米酒 因為我手邊沒有那種 專門做鹹酥雞的粉 我就自己調味道 地瓜粉也有嗎 地瓜粉在這邊 就是等一下要炸的時候 我是用裹地瓜粉的 等一下要用到 那最先我就是要把雞肉把它切 切切塊 對都沒有骨頭的 就先把它切 把它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因為在外面買那個鹹酥雞 有時候是很多骨頭的 然後買一份都不少錢 我記得我們這邊買一份 大概要五十塊吧 吃起來沒幾塊是 然後就有時候想吃的話 就自己炸一炸就好了 也不會說太困難啦 偶爾做 就把它切成塊狀 就把它切成塊狀 也不要太小塊嘛 太小塊有時候會太柴太乾 就是斟酌啦大概就可以了 自己家裡做鹹酥雞的話 也不會吃到骨頭 也沒什麼肥的地方 好我們都切好了吧 我們都切好了吧 我們切好了就 就開始來把它 調味到 拿個 拿個塑膠袋 你就把這個肉倒進去 然後蒜頭也倒下去 很簡單啦 反正就是蒸酌嘛 糖也倒下去 然後 蛋 你就把東西都全部混下去 放下去 混一混 這太白粉嘛 對 這太白粉 然後 再加白胡椒 反正你口味自己 任意調整都沒有關係啦 這個 因為一般家裡也不會有那種鹹酥雞的粉嘛 那種 這就自己自己調就可以了 再投這個 我五香是我不喜歡放太多 放一些就好了 因為放太多的時候 覺得味道比較重 然後加一點米酒 我喜歡米酒多一點 好 這樣子齁 又把它 放在袋子裡面 均勻攪拌 然後 一般我是建議說 就是 提早一天把它 吹一個晚上把它做好 放冰箱冷藏一下 比較入味啦 阿今天的話 我就 就把它醃一醃 就直接做給大家看 把它均勻攪拌 這樣就好 把它倒出來 可以放著 對 其實是 應該有稍微醃漬一下 會比較好吃啦 好 再來 就是 來先沾粉好了 好 好 你就倒 那個 我是要裹地瓜粉啦 所以現在你就把地瓜粉 好 你就這樣 好 把它均勻裹上 一層那個地瓜粉 好 這個粉裹好以後 放著 讓它 稍微 緩潮一下 比較不會脫落 這樣的話 這個 才會沾得比較緊 對 擺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對 像這個 我們在家裡炸都 小孩子都愛吃得很 一下子就吃光光 好 就先弄這些 好 要全部弄香 應該先弄這些 全部弄起來 全部弄起來 好 對啊 好 全部弄起來 也沒多少 對啊 沒剩多少嘛 特別要再拿個碟子 擺一下 因為它緩潮的話 最好不要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 容易互相沾黏 對 對 盡量不要黏在一起 盡量不要黏在一起 對 pork 對 所以 ふ 油 米 油 可以 用油 垂 就把它就是均匀这样弄好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要那个放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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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 油的話不能放太少 太少的話你的肉下去會極速降溫 所以油盡量能多就多 這樣就下少一點嘛 也是會降溫啊 這樣就夠了啦 因為我們這量不大啦 剛說在家裡自己做鹹酥雞的話 油保證是最新鮮的 也沒有所謂的什麼回鍋油啊 像外面在賣那個鹹酥雞 一般都是用那個油炸雞嘛 油炸雞的話它那個底部比較不會有那個炸粉燒焦的問題 它是管子是在中間的 那個屑屑都沉到最底下沒有經過加熱的部分 那自己在炸的話那個殘渣都在最底部嘛 要要留意這個這個 地瓜粉的殘渣 燒焦的問題 那就剛開始小火一點炸 因為怕燒焦 沒有外面熟的話也不好 那這個油一定要溫度夠 才要 開始冒煙的時候才要放 一般來講差不多180度啦 先拿一塊試試看 對要先測試 保險起見我就先放一塊 還沒有這樣還不夠 還要稍微再熱一點 那油比較多所以它熱的比較慢 很有效果不夠 薩衣 再燒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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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燃焦 再燒焦 再燃焦 再燒焦 加燒焦 因為冷卻 差不多 整个一起倒下去就好 这样太多了吧 对啊 嗯 做两锅 粒网 我们可以要拿粒网 用那个就好了 小的就好了 它不是太小了 刚才那个了 中文字幕 completel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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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到有点焦黄嘛 然后等到要起锅的时候 要把火开到最大 这样可以减少油在果粉上面 会比较少油 有点焦 如果喜欢韭成茶就可以放一些韭成茶下去 要不要浇一会去小银河 对 好 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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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要不要搭起来 好 可以 好 可以 把鸡肉 可以 有点 小 拿一下 好 有点 鱼肉 撈起來不然太嚼油會太乾 這九層塔最近聽說九層塔也不會 這個是我們自己自己菜園種的 鹹酥雞炸好了 終於炸好了 那我們就是先炸這一部分就好 剩下我們等一下再慢慢炸 對 如果說想要吃鹹酥雞 你也可以說在家裡做給小朋友吃 或自己想要吃也可以 或是炸一些來吃 再後面一點我看一下 好 這樣子 對 再前面一點 如果要吃的話你可以加一些黑胡椒粉 對 灑上去然後調味一下就很好吃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有其他的片子嗎 等一下我會再現做咖哩 就是一般的咖哩 咖哩雞 我經常在做 那我們就是把剩下的鹹酥雞炸完了 然後等一下再來為各位直播咖哩雞的一個做法 對 也很簡單 對 謝謝各位 喜歡我的頻道要記得訂閱喔 並把它分享出去 別忘了按一個讚喔